來試試看我們可以下一次的時候 AZ開 趕緊一點點 啊 不行啊 不行 我不敢放 阿妞阿妞 大家好 我是小瘦奶奶 我是小C同學 欸 小C同學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啊 我們今天要帶你去滑雪 屁啊 台灣哪裡有滑雪的地方 有 我們今天來到 ISD專業的室內滑雪場 那裡面真的有雪嗎 你確定 裡面沒有真的雪 但是可以讓你體驗到 在國外滑雪的感覺 那我們 趕快進去 走 慢慢的我們先看著板子之後 欸 慢慢 抬頭 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好 手可以放輕鬆一點 那我們來一點點小小的挑戰 好 這時候你可以用你的手來 讓你的肚子去貼近這個感覺 對 很好 好 那我們手慢慢的往後 好 再一次接近 好 再往後 好 再往前 好 再往後 好 再往後 再往後 好 那試試看我們可以下一次的時候 AZ開 趕直一點點 啊 我不行 我不行 欸 我不敢放 我帶著你上去一次 好 你等一下手借我 你等一下手借我 我會不會點到 往前 往後 往前 好 第三次的時候 我就試試看往後 我推一下下 欸 我看我推一下下 欸 我看我推一下下 不是 我不是 我跑 那大家看要往後 好 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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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後 一 二 三 二 三 我會 我會 好 再往後 好 再往後 好 再往後 好 好 再往後 好 再往後 好 我手要輕鬆 好 還是 好 我們是 好 我們經激 因為我們的有個外線感應器 所以我們只要碰到外線 就會自動暖停 想像你現在在學場上面 然後就 一個不會很陡的坡 平緩的坡 我們就直直的往前衝而已 好 你會感覺現在 有涼涼的風吹來了 好 動 好 那這時候 我們讓我們自己 可以去高一點的地方 來準備一 二 三 輕輕推一下就好了 欸 很好 然後為什麼我走得這麼快 沒關係 為什麼我走得這麼快 啊 耶 我們終於結束 剛剛的滑雪課程 對 我一定要先說 因為我本身 沒有接觸過滑雪 然後我平衡感 是個非常不好的人 那就是教練都會 很細心的 就是一對一的 就是手把手教學 然後我們就也 滿安全的這樣 那他這邊的課程的話 其實就是有分 出階跟中階 對 大家都可以 依自己的需求來做選擇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本身有溜過紙牌 所以我覺得兩個有一點像 但是在學那個三角型 煞車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小困 就是 他會有點斜斜的 然後就感覺好像要摔倒的樣子 但因為就是 像小禮友講 就是教練在 所以就比較安心一些 然後就是 我覺得可以趁著 現在疫情期間 然後大家就先來這邊練習 然後等練完之後 我們就把他定制掉 然後出門學滑雪 然後很推薦大家來做 對 非常推薦大家來做 歡迎大家一起來 艾斯基學滑雪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